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式是代表一件物件在引力底下的拋物线的轨迹 如果我们想找出物件的Tangential Velocity 我们有以下的公式 我们现在试用MATLAB去找出Tangential Velocity ds dt 首先我们利用syms这个command 告诉MATLAB听我们Variables的名称 我们Variables有X Y T 接着我们输入X和T的关系 再来我们输入Y和T的关系 我们再利用esetplot这个command 找出当T由0去到1的时候 X Y的变化的图表 在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抛物线 当时间为0的时候 物件是在地下 即是Y等于0 而当T等于1的时候 物件也都去到地下 好了 我们现在试试 首先找出 dx dt 我们用xd代表 我们利用diff这个command 找出dx dt 找出dy dt 也就是yd 好 好了 我们现在准备好 找出dx dt 我们用d代表 现在我们输入 DXD XD YD的关系 完成之后,我们试试用ezplot,找出sd,当t由0到1的变化。 在画面上可以看到,当t等于0,也就是物件刚刚离开地面时,它的速度是最快的。 而当t等于0.5,也就是物件去到最高时,它的速度是最慢。 而当t接近1,也就是物件再次接近地面时,它的速度会变回最快。